掌樽長毛長拉布 鹹姐繼續扮怒吵 又是宮廷會 又有團體來給意見 不過政府又聽得多少呢? 堅持掌聲 生活津貼省查的制度 是一個不忠不義 不仁不義 不忠不孝的 無恥行為 見到局長 好像當聽收音機一樣 我們在發言的時候 不如我們把我們的訴求 直接喊進去局長的耳朵好嗎? 要求全民退休保障 要求全民退休保障 不要資產審查 對,意見很明顯 不過政府都是堅持 掌樽生活津貼 又有資產審查 給多一點老人家 改善生活真的這麼難嗎? 接外婆婆怎麼那麼出名呢? 她九十幾歲 一個人 靠自己 很辛苦地生活 每個街坊倫理 特意留下紙皮給她 讓她每天都可以 可以 可以 賺一個幾毫 但最近接外婆婆 因為沒有了生計 然後就不在了 唉,政府又怎會聽得入耳呢? 還打簽要立法會審議撥款申請 20元張當然不敢說No 今晚繼續開會 現在這個都不是打不打簽的問題 現在有個迫切性 大家都聽到我說 是在我一籃子去考慮的決定 就不是被她打簽了什麼 這個跟我打簽我相信是沒有什麼關係 不是打簽?那你又用著情拳? 長毛說明會提幾百項修訂拉布 為基層為工人的工聯會又談不成怎樣 這個態度仍然帶來由花園 完全沒有搬步讓步的狀況下 我們絕對不會支持政府這個肯定 不過 就還未肯說投反對還是棄權 你知道她每天只剩口 等我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告訴你 工聯會真心反對的話 投什麼棄權票 投反對 伊安就有機會不過 慢了棄權 算了吧 伊安就很大機會 與政府所願過了 怪不得有消息說 政府全方位遊說 軟硬兼C 勸你們顧全大福